無論如何都希望能夠拚一個好成績 因為世大運有限制年齡就是 哇沒有辦法 這一組的雙打 現在兩個人搭配上面默契直足 好球這一個球的跑位就非常的好 對當這樣的得分可以連續的情況下 對方也稍微會有點警惕 好外角的ACE球 這個發球局輕鬆爆發 往中間打這個球 讓恩索成功破掉了郭寒玉的發球局 哎呀這個球上不去 他就說這個正拍太驚人了 沒有問題 好連桿了六局 中華隊現在6比5 暫時在第一盤取得領先 好球在外角的ACE球 好在第一盤底下 現在大家都被他們嚇死了 0比5落後的情況下 連桿7局7比5拿下第一盤 好這個球等於是被方賢給逼出了界外 而剛才的跑位讓對方必須要把球打的角度更大 好球好球 這個沒有辦法 這真的很棒 兩個人配合得非常棒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中間打出了一個空檔 也拿下了金牌 楊秀蘭和楊秀蘭的五分前 7比5 6比4 這一次他們是一半會的頭號種子 但屬於所望的都是竹洛二的過關 最後的金牌在片是竹洛二 這次的比賽當中 只要進入到四強 那三四名基本上是不用再打 所以在這一次分別拿下的銅牌 這個是美國以及日本的組合 中華隊的梁朔以及吳芳賢 兩個人站上了C位 因為他們在最後拿下的金牌 那在今天的比賽當中 7比5 6比4 第一次擊敗的是武漢運勢的加密勢 加密勢 加密勢 得金牌的是中華台北運動員 金牌 代表中國台北 吳芳賢 梁恩碩 好 吳芳賢和梁恩碩 在這一次的四大運 拿下了網球的第一面金牌 當然除了這一面金牌之外呢 我們待會還有男子雙打的金牌要來爭奪 要來看看許醫修和網球跑 那也希望在女子雙打的金牌戰 能夠延續這樣一個好氣勢 這東西也是對水上的第一面金牌 那上一次拿下女子雙打 世大運金牌的 就是在207年佳陽之間 冒行的佳嘉姐妹 那過去在世大運的第一面金牌呢 是1997年的徐學禮函 王思廷 所以在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比賽當中 其實我國在網球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賭牌的熱門重點項目 我發現在今年個人極業生涯的部分 他的世界排名已經是創下個人性高 來到了六十億 請起立 奏國際大體聯會歌 女士們 請起立 奏國際大體聯會歌 然後說呢 在下半年要開始 集氣直追他的職業排名和分數 我們從中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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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